好每年的三月呢是植树月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林分属 复理箱公所以及复理箱农会 共同来办理一起几点树镇养的活动 除了响应植树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也希望透过乡亲参与社区营造过程 凝聚乡亲对复理箱的认同 与对土地的热爱 每年三月是植树月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林分属 复理箱公所以及复理箱农会 共同办理一起几点树镇苗的活动 除了响应植树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也希望透过邀请乡亲参与社区营造过程 凝聚乡亲对于复理箱的认同与土地的热爱 所以我们就结合在地的复理箱农会 还有复理箱公所来做镇苗的活动 总共今天有11种苗木 有一千棵的苗木提供给这边的民众来领用 那只要有发票还有费电池 那就把树带回去 然后最主要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居家环境 整个把它利美化起来 让这个整个大家的生活空间更好 一起几点树在苗活动 乡亲们手持113年1到3月份 植本统一发票三张 或者是费电池两颗 来兑换心目中最美的一颗树苗 把这个相关的树苗种植在我们这个广泛的一个绿地之上的话 其实是它是种出爱心 种出一个希望 种出一个幸福 也替我们地球的相关的环保部份的话 大家尽一份心力 每年3月春分 有无数外地游客因为黄花枫林木的金色花海 以及农会的竹艺博览会所吸引 让副礼箱能有大量观光客到访驻足 并且促进在地的产业发展 据者高双双副礼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